Daniel 博士剛剛在江門港 江門是甚麼呢 江門是華僑城 古老水鄉 全國華僑城都很大 這裡有個大飄窗 你可以整個半櫃 可以儲物 同時你進來就先看這麼漂亮的景觀 你家裡的門面一進來已經是看著地標的東西 邵慶樓就是邵慶樓 你看 看到門 看到山 看到滿座西江 前面入別墅 這裡的主要房就夠大了 看大家想怎樣玩 一去搏窗台 無緣無故多了面積 放著地櫃子 茎底櫃子 閉上去 外面就算在日本 下午後的名字 採取像幾個世紀規模 喔 各位 這裡的案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音乐 哈啰 Daniel 博士刚在江门讲下来 在江门是什么 是江门的华侨城 古路水乡 邻居老總說全國華僑城現在都大批 他那裏四千多元任選 現在來到肖慶 肖慶是怎樣的環境 樓上都有 二樓 都可以批到四千多元 都可以批到四千多元 二樓 當然有不同貨幣的範圍 都有一些大的四千多元起 雖然博士很辛苦 江門撲下來 都一定馬上拍給大家看 究竟批家批到四千多元有沒有什麼好東西 大積來的 好像是 大積來的 很多都很適合的 如果你們想住得舒服一點 又或者趁來急急買一些美景單位 就不會錯過了 還有美景 好 上去看 好 保持你看到 包住了 因為已經有人入住了 即是現樓了 現樓來的 我們在樓梯間 都已經看過這麼美的景觀 嘩 真漂亮 希岸是暫時華僑城裏面 最好景觀的一期 OK 這個就是 起來燈 不知道能不能怎樣 電視塔就喜好 觀光塔就喜好 OK 好 這個就層數高一點 赤格就高一點 是 我們現在在18樓的 整個單位 多少錢平 這裡圍到大概8200左右 OK 無碑房 無碑房來的 好 你介紹一下 170平是不是 170平 這裡有個大飄窗 你可以整個半季 可以儲物 同時你進來 就先看這麼美的景觀 你家裡的門面 一進來已經是看著地標的東西 OK 這裏就是第一間房 書房 書房 很好風 南北通對流的一個戶型 這個景色很漂亮 對呀 我有些客人 他要打走這幅牆 就拓展那個空間 嗯 很漂亮很漂亮 笑容師拍給大家看 這一隻 一百收成是大職 大職最受歡迎就是 橫廳 這是一個橫廳的職 如果大家想看之前 右上角 我們之前有 Daniel也有拍過 我也有拍過 有裝修 有傢俬 是超級英俊的 OK 首先 這個橫廳 剛才Daniel說的 橫廳設計 很多時候 這個是幾個房 這裡是一個五房 五房 OK 通常就有很多時候 不需要用五房來打通這個房 整個廳 就可以更加大空間 甚至有時候 擺位可以放在梳化這裡 把電視擺邊 OK 好擺位很多 對呀 7米長的 大露台 不是大客廳 這裡就是 哇 好漂亮 這邊就是露台的位置 由於 始終我們用相機拍 角度會窄了 其實我們實景來看 是看著燕陽湖 燕陽湖 還有西光電光 還有別墅頂 是看的 露台非常大 OK 那露台呢 都整個五米多的長露台 這裡是 沒錯 沒錯 那橫廳就是通透 夠光猛 其實就 南北通 開了裡面的窗 這邊有這邊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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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橫廳通常的廚房在這裡 那這種廚房的設計 其實當你裝修的時候 你找我們的設計師 其實我們可以和你做一個開放式廚房 是 你可以將一個中度整在這裡 我看到很多都這樣做 橫廳有一個好處 那廚房裡面呢 裡面還有一個生活露台 沒錯 是的 那這個景觀露台真的可以用來看景觀的了 那你浪衫啊 放雜物在一個生活露台都可以 好 這個弧形的特點就是呢 有雙套房的 OK 那第二間房就在這裡了 這個就是你可以考慮用來做功能房 或者打通它變成廚房的其中一個部分 甚至我看到有些人將飯廳放在這個位置 看你自己喜歡 那客廁 這個客廁 客廁很大的 不過客廁呢 我現在接了裝修單 這個客廁 這個客廁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改為乾濕分離 就是這裏洗手間 就是洗手房 這裏有廁所和洗澡 因為它的廁所是夠大 然後這裏呢 和你露台是同一個朝向的直通露台 真是挺誇張的 這個也是有一個露台 那個露台是很夠大的 那這間房子呢 亦都可以放Creen Size 牆 我記憶當中呢 我們有些客人 即是老闆 要做得很好 就連他考慮這間房子打通的 然後呢 就把露台由這邊 一直拉直拉到這邊 那就是一個超級豪宅 這棵場打過去 超級無敵大體 就是整個露台都出來了 這個應該有一個想法 最近博士和我拍片 我們說了很多裝修概念 因為呢 其實最近 很多人已經收好房子 都要做裝修 很多人想聽到裝修有什麼想法 好的 OK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裏呢 就是第一間套房 第一間套房 是的 那這裏呢 它預留的位置呢 如果你嫌這個套房太大 你可以在這裏做醫務間 都可以的 是的 進去再是廁所的空間 是的 就看你這裏是褲套房 是的 就看你住什麼人 如果你說是父母來的 他叫醫務間 那你留這個位置 如果不然呢 乾室分離這個 做洗手盤 裏面就做流浴 有些客人會舒服一點 就用來做浴缸的裏面 做浴缸? 是的 留在那裏做浴缸的 可以做浴缸 沒錯 總之剛剛那幾間房子的景泉 都是看這個喜羅登酒店 有看山景的 觀光塔就在你面前 全部酒店啊 山 我想說呢 每到這個農曆新年都會放煙花 或者十一日會放煙花 在自己家就看著體育館放煙花 有些新觀眾可能不知道 前面我們看到有體育館 有一個水上樂園 有一個游泳池水上樂園 沙灘公園那一塊 對沙灘公園 他們叫沙灘公園 一條河 下面你看有跑步 單車徑 籃球場 OK 全部 左邊是個學校來的 是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喜歡買這個旗 這一旗跟我博士住的旗 有幾大不同的 性格不一樣的 不要說誰好不好 我們那個主要是看現樣湖 但這邊就是看這一邊的景觀 可以這樣說 你說說配套 很多人最近都在爭論 我住滑翔性配套夠不夠 其實住這邊的配套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近酒店 你走到酒店吃早餐 酒店 還有酒店那邊也有很多餐廳 浮千坊那邊 招商衣雲水岸那邊 招商衣雲水岸那邊 就已經有很多餐廳 其實坦白說 如果生活配套 暫時來說這邊 因為那邊已經有整好 好像比較豐富一點 其實走過去也不遠 走到橋過去而已 對 我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這裡已經有一個懸關位 這個懸關位可以做些什麼都可以 你說我貴不夠用 我做一個貴 但最近我有個客人 就做了一些戶場坑板 加了一隻很漂亮很漂亮的燈 由頭到尾 如果是我 我放張相片給大家參考 做到這個懸關位 超級漂亮的 對 那本身呢 有個窗台位的 他就幫你撥走 他膠內已經撥走了 對 撥走了 你這邊其實你可以放儲物 或者做梳妝桌 其實主人房的景觀就 真的這麼漂亮 這個廳的景觀 你看主人房我坐在這裡 整個壺都很旺 我們在攝像那裡 可能看上去沒有那麼震撼 但你實地來看 肉眼看是很舒服的 兆慶樓就是兆慶樓 你看看 看到壺 看到山 看到西江 是嗎 嗯 前面入別墅 就是兆慶就是兆慶 對 這個主人房已經夠大了 看大家想怎樣玩而已 因為它鋪了窗台 忽然多了很多面積 接著主人房的兔子 還有這個主人房 如果你喜歡醫務間 你可以夠位置做醫務間 洗手間很大 這個洗手間 它的窗台就鋪到那麼低 不過要說一件事 如果要找我們 變家裝修 我們現在這些所謂防水 我們要做到上頂 這些防水這麼高 一定不要浸用 你找裝修公司 一定要重新製造汗水 製造高一點 否則長身就會滲水 這個博士說了多次 好 還是看著美景去洗澡 好 那我先報一報價 好 如果這個單位 因為這個單位是在售來講 就是比較好的樓層 因為要去到24樓那些 數字就不太好聽 居中一點我們選擇一個18樓 這個折後的單價是8166元 它的總價是1385473元 那可以做按鍵嗎 可以做按鍵 現在它的首期都是1.5成 那它的首期就是215,000多 是的 1800隻的樓 是的 如果你是可以30年月供 大概是5,100左右 如果20年的月供就6,700左右 現在我們Vhome家居王 我們叫做裝修V加裝修的2.0 我們推出了很多性價比非常之高的 一個裝修套裝修 限30套 1180 就跟華僑城的樓樓裝修V加裝 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就已經叫了阿偉 就已經上來 下一集拍給大家看 好了 1180那皮這個那麼大 8七方 多少錢 很划算 20萬 即是大家 20萬 加上首期剛才是多少 21萬多 即是40多萬 是的 40多萬 那已經可以喝醋了 是不是很划算 好啊 是不是很划算 還要現樓 即收即裝修 沒錯沒錯 我們連裝修解決 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對嗎 那說起來 公道一點 阿博士說 全國華僑城 便宜價 最便宜的那隻 低層 最便宜的那間多少錢 最便宜的那間 就4,500元左右 4,500元一便宜 所以真的便宜一半 不是開玩笑的 就在我們樓下 就二、三、四樓的那些 如果大家有些不介意 警官二、三樓的 那便便宜的 在這世界是這樣的 沒有所謂 我過來度假 有空來住 因為他這樣便宜一價之後 你現在是以前一半的價錢 就買回同樣的面積 又或者是以前同樣的面積 又或者是用同樣的價錢 買大一倍 沒錯 譬如你是我投資性的 或者我打算租出去 或者有時候我度假才來住的話 其實低層就低層了 有些客人住開村屋的 他們不介意低層 對呀 所以其實低層的 很多時候 你說進來看 其實很多時候都被內地人搶了 因為他們喜歡低層 香港喜歡高層 內地人喜歡低層 是否有趣 快就行了 今次是華強城 就真的這樣推銷美貨 然後就來到清房 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我先說一下 湖岸已經賣光了 整個湖岸一間都沒有 洋樓一間都沒有 沿岸和溪岸都只剩下一點 好了 好 今集就說到這裡 大家想詞詢 找Daniel 下面有聯絡電話 好嗎 但是別墅也很瘋 別墅還有沒有貨 我想問 有 別墅產品有大劈價 都是劈價 我覺得劈價不止一半 去到現場 下一集 我和Daniel立刻去找別墅 還有一個劈價 一定你不看不行 我自己覺得 你不買也要知道 究竟可以便宜到怎樣 下集見 拜拜 拜拜